有一次因為我記得我那天帶了一個兒子出去 就全天很累 真的很累 然後你知道小孩子 現在兩歲的那些 Trouble 2 所有東西都要用盡 那我就很累 我就坐在那裡 他就問媽媽可不可以看書 看書他就睡覺 然後我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累到他會哭 那個兒子看到怎麼辦 然後他真的站起來 然後哭過來 然後這樣 然後他就問媽媽 Don't cry I'm sorry Oh my God 感重大了 好 陳黎 先喝杯 不知道你會不會醉呢 這個有酒嗎 你還是多認真 不要 你臭小子 這個是peach cider 是沒有酒的 我是特長每年二次 是嗎 這個就是我們平時開學 你也會帶茶點嗎 他們要不要帶 現在我是一個暖水瓶放熱飯進去 我怕這個會冷 那去到學校誰餵他 有的 有的 我今天想跟你做些什麼 就是親子便當 好啊 我沒做過 你真的沒做過 我真的沒做過 但你做的已經很厲害了 你這樣說完之後 可能對我的期望很大 當然了 你還有醋 對 我剛才已經煮好了 我想應該不用加這麼多 不是很酸 對 你少少 一個少少 好多 你可以拌一下 我聞到那種味道 對 那你呢 你有沒有做過 我有的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吃飯糰 他自己這樣拿來吃 對 很開心的 還有呢 我教你買這些 這些帽子 比如這些panda 你看到 很多有啤啤熊的鋪 我真的以為你是這樣 都可以的 都可以 但有時候 要提起他們的食慾 就是他們的興趣 對食物 還有提起自己的自信心 對 對 你看看多可愛 這個真的好可愛 對 你看到你的紫菜都已經可以做好 這個就是pokémon pokémon紫菜 其實它已經是印了毛 你一撕就可以了 好了 先加這個乳乳 這個就是有味的了 如果有鹹的話 就不要加 我認真的 我真的很想拿回去給我兒子試 沒問題 可以嗎 OK 那我們用手 乾淨我剛才抹了 我都抹了 好 來吧 我想問你平日在家 是不是會是你煮飯的 就是給你老公 給自己 不是 我想跟你說 其實我呢 你不要看 我就覺得你做東西吃很厲害 因為你經常都做蛋糕 我煮飯的 我又看到 你不聰明就見人見智 你做很多菜 我之前我不吃 初初的時候 我經常都這樣問 你覺得很好吃嗎 其實我發覺 男人是你不應該這樣問他 應該怎樣 不 他覺得好吃 他會自然跟你說 你問自己 我 因為他一定說好的 不是 你問他就會覺得 真的 你問得你就要接受 我真的有意見給你 或者他會突然說 鹹了一點 他真的會說 其實你不問油志可 其實我也想說今天 這個好像硬了一點 唉 你明白嗎 真的自己拿來碎 真的不應該問 除非你很有信心 那樣東西是做得很好吃 馬上你會掉到谷底 因為你也知道 煮餐飯很累 對 你也很期待 對 又要攪拌 所以我明白你的 你的心情馬上會 唉 不問好過問 我以前 我拍拖反而煮食是多一點的 知不知道為什麼 要那些 要裝飾 你也知道 對方也是這樣 你不是說男生拍拖的時候 是可以做一千樣東西嗎 現在叫他做半件 對 拿些東西 拿些東西 都在那裡 你不如幫我拿 然後就要說 真的很好 你真的很好 是的 我的天 我就是少煮的 算是 我不是那些勁煮食的人 那你是不是因為你生了BB 才多了 不是 因為我 可能有些女生就會覺得 女強引 為什麼男生不可以煮 為什麼一定要女人煮 但是我是那些 可能 是不是小時候 我覺得 就是要做一個好老婆 都要懂得煮食 很乖 但這是我真心 我個人而已 不煮也可以 不煮 但你覺得是責任 是的 因為我家 我爸爸煮食 怎樣 你這樣嘻嘻 因為有一次我媽媽 回到香港 那時候在加拿大 我爸爸要照顧我們 然後頭兩天 公仔麵 真的公仔麵 真的你又知道的 因為最快 然後我爸爸很難 不欠肉有沒有 沒有 雞蛋 但是他還說 我又會過冷河 是的 你放心 有益的 有益的公仔麵 對 有沒有聽過 然後吃了兩天 就不行了 然後就開始叫外賣 第一天都叫外賣任 第二天第三天 第四天 我不想再吃外賣 我想吃媽媽的 很掛念她 真的沒辦法 男人 很有心機 麗樂意的朋友 是的 或者阿維瑋 他們本身對食物的要求很高 說真的 做她老婆便會幸福 一回來 整個廚師 整個廚師在家裡 我們有我們那種幸福 他會在另一方面 給我們幸福 但是食物方面就沒辦法 我們要靠自己 所以你現在都會煮一下 這些 這些很簡單 我開始了 我這裡 很漂亮 你可以剪一些眼耳口給女 這個食物盒 待會你弄好了 你可以放進去 其實我真的帶你一部分 我應該不知道緣分有沒有那麼多 那你行不行生多個女兒 沒有 我知道很多人都覺得 家裡應該有兒子有女 好像圓滿一點 一個好字 但因為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男生 我知道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喜歡男生 你很喜歡兒子 很帥 原來我之前聽人說 好像你一個前世情人也好 或者你男朋友也好 我初初都沒有很認識 有一次 因為我記得我那天 就帶了一個兒子出去 就全天 總之很累 真的很累 你知道小小孩 尤其是現在兩歲幾 是 所有東西都要用盡 那我就很累 我坐在那裡 他就問媽媽可不可以看書 看書 他就睡覺 那我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累到他會哭 我真的累到想哭 說真的 我覺得那個人是 怎麼可以這樣 這麼嚴重 整體能力 包括有其他很多的壓力 有少少崩潰 對 我又想做事 然後我姐姐可能又有些問題 我又要照顧他 你知道很多人是 你那一刻 我都不會想到 好像拍戲一樣 可以邊看書 但邊哭其實是沒有關係 我想你真的很累 然後眼睛就掉下來 那兒子看到怎樣 對 那兒子第一次是 因為他以前 大兒子 他以前看到我哭 他都不太明白 這個情緒是什麼 他就覺得 就是繼續照樣 然後他真的站起來 然後哭過來 然後這樣 然後他這樣 媽媽 不要哭 我抱歉 我的天 感重大 他真的感重大 然後我是 他這麼小的時候 會這樣 然後我是好像男朋友 對 男生很怕女生哭 對 然後我說 不關你事 媽媽自己有些情緒 然後他又再在這邊 再有一滴 然後他又摸他 好疼你 現在我兒子知道哭 這個情緒原來是代表你不開心 而且他就代表 以為他令到你不開心 對 即是他馬上抱歉 他很甜蜜 所以你明白 那一刻 可能女生也會 但那一刻 因為是男生的那種touch 其實我以前 我從小到大 我只是想生女 我也跟你分享過 應該不知道你記得嗎 我是很喜歡女 因為我喜歡幫他扮女 我曾經把我弟弟變成女 是真的嗎 他真的多了你不少 你有沒有試過 你也有弟弟 我有弟弟 但我唯一幫他做的是 拔眉毛 然後就說 不要再拔了 好痛 我好目的那些 看到有一條 鬆了出來 你很快 當然有 最喜歡我 我也是 那我講回我的情況 我的情況 就是因為 我很想有個妹妹 以前小時候 媽媽也生了弟弟給我 結果 在我弟弟 我弟弟在七歲八歲 還沒反抗我的時候 我給他一些裙子 然後給他一個羽毛線 還有幫他戴個頭褲 他沒有頭髮 小時候很少 男生頭髮 我家是沒有假髮 那怎樣 我很聰明 我真的覺得自己當時 已經很有創作 我把頭褲綁一些 很粗的綁象巾 一個個搭著 變成兩條斑邊 這件事很瘋 其實這個是很花心機的 很花心機 而且很渴望 有個女兒 有個妹妹 然後還要找以前的相機拍了 是曬了相片 在我家 如果 你真的得罪我的話 我會在YouTube頻道 那張相片是很珍貴的 還要塗唇膏 記住 為何他肯讓你做那麼多事 因為他小時候 你問你7歲 7歲 都會反抗 我現在2歲已經會反抗 所以不是說當年 小孩是比較 沒那麼聰明的 或者是唇 再唇一點 那你有沒有暫時 問你都多餘 疼誰 看你怎樣暫時 我呢 問你都多餘 通常都說 問之沒有兩個 不可以再問他這個問題 對 突然間 等我 不用問了 你兒子和老公 不用問了 說真的 如果我說我疼老公多一點的話 我一定是做給你看 也是 但是我又怎會不疼你呢 傻豬 我老公我當然是疼的 但是兒子還小 你很想 兒子還小 當然要多一點時間照顧 所以你和我都要一起疼他多一點 反而我會問我老公這個問題 你疼我多一點 亂疼他多一點 他每一次都說 那當然是你 但是呢 那個問題是告訴我 對 他那些語氣是OK的 他每一次都說 當然是你 如果兒子長大過 沒有你怎麼會有他 都不是這個 但我長大過了 兒子一定會走 因為他自己是男生 男生真的會搬出去 或者去外國讀書 我們兩個相以為明 但行為上 就不是這樣 行為真正 Rafa NicNic 對 不過我們都開心 是 但如果你問我 家榮有沒有合作我小孩 是沒有的 是真的嗎 我真心的 我真心的 我最小是我老公 真的很好 所以人們常說 我很迷戀我老公 其實也有一點 我真的很 你不迷戀 真的挺喜歡他 你不迷戀 怎會嫁給他 對 這個很正常 應該的 沒有這樣的基本 就不要 你老公英俊 怎會對得厭 你想想你每天回去 看見他這麼漂亮 有時會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這樣說 我真的覺得 你在人面前 太多 他說已經覺得 真的假的 其實很欺負 正常 我相信會有點害羞 會覺得 你老婆可以了 我知道我英俊了 但是 其實他媽媽進了洗手間 他都會想 哎呀 真是壞主 真的 他真的不是這樣的 真的不是 你覺得他真的不是 因為我很清楚 我老公是一個 他是很 怎樣說呢 他覺得外貌 不是重點 不是永遠 所以他覺得 如果你現在真的 只是喜歡我英俊 到我真的可能再什麼 我不英俊 你又這麼年輕 我不是說你英俊 我不是說我只喜歡你 因為你英俊 雖然都是大部分 我看了一個訪問 是你媽媽的訪問 我是很感動 我昨晚看 他很疼你 而且他是一個很溫柔的媽媽 你看到他的說話 他不只是寵愛你 他很懂得教你 而且你很感恩 因為伯母也是基督教 他也是跟你一樣 跟我們一樣 他很懂得愛 我看到他怎樣去 最初對家榮的印象 那一部分 我覺得很感動 他很直接說 我最初很怕見到他 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因為他很疼你 他很擔心女兒 究竟他的另一半是否適合他 他又不是說不喜歡他 但他在想怎樣 我很明白 因為現在我們生了 你想想你會不會擔心 到時你兒子 有哪個女朋友都好 其實你是很心痛的 我們一定會失戀 我們兩個先抱著哭 如果那個女生是真的 但你跟家榮一樣 你還沒接觸 那一刻 你說你很期待 我今晚約了他吃飯 其實一路心驚膽 會不會這麼貓 會不會一開口說髒話 你這樣說 我之前在外國的時候 在餐廳做的 然後我認識了一個男生 當時也是 常常認識約會 都未正式說 男朋友女朋友 但我也挺喜歡他 我就說 他說想煮飯 去他餐廳 煮飯給我和媽媽認識 然後我媽媽說 好吧去吧去吧 他覺得我尊重他 一入到餐廳的時候 坐下 他就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期待 他就因為廚師有廚師 他就roll up the sleep 他兩邊手都是紋身的 就是從這裡到這裡 你之前也知道 我當然知道 但我不會覺得 在那裡大那麼大那麼晚 你覺得很酷 我媽媽 我簡直看了他表現 他在來 流汗 他是那些 反應電視的 怎樣 好好 你做一次 這個大豆 真的很好 不是 我是紋身黨 我是紋身黨 我就是紋身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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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覺到她的那種 是一下子 就由膽子都跳出來 然後她就說 Hello Hello 她又不想發聲 因為她又怕我不知道什麼 因為她會被這些東西擔心 但她認識到她的人 原來她沒有什麼 只是有那樣東西 她會緊張 真的會是 所以我後來又看回 阿姨最後發覺 她找到這個女婿 是很完美的 101分 我自己看回 我都會覺得 我很開心 她在訪問後面 你跟家榮一張很漂亮的照片 兩個貼面 我就覺得 人生還有什麼 比這一刻 其實我們餵什麼 我們餵什麼 尤其是女孩子 我們最終都是要步入教堂 最好如果能夠有自己的小朋友 是最棒的 你真的可以感受到 我們媽媽多擔心 對 正常的 所以就不要生女 我現在也是這樣 如果生女的話 肯定那些問題 擔心是一千 而且會心痛 真的 真心謝謝你 你和我 又可以煮一下 玩一下 又和我分享了這麼多 又感動 又正的 當然了 要吃了 好嗎 有空又和我出去拍一下美食 當然 沒問題 如果大家都很喜歡 我們兩位陳小姐 今天拍這條片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comment 拜拜 喜歡這條片的你們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 和share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 以後我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們 拜拜